大家好,又回到我們望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 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韋王也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望向正向曬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希望你留下建設性的留言 今次我們談談耳巴衝突就滿一個月 其實新五大現實 浮出水面 我們全球都只能悲痛地接受 大家知道10月7日哈馬斯向以色列南部發動攻勢 各種報導、分析和評論每天都有 首先我們要明白一點就是沒有人知道整件事的真相 不單止以往一樣 難以是穿透戰爭的迷霧 其實你怎麼知道真真正正的戰場在發生什麼呢 以及以色列人和巴勒斯泰人之間的衝突 新的形勢 你說有沒有出現呢?其實是沒有的 但是事態發展得挺迅速的 戰爭可能是蔓延的擔憂非常真實 中東的新現實 已經是出現了 已經是出現了 但是 它的形勢和運作方式 是取決於這場戰爭 在之後的時間 或者更長時間究竟以色列是怎麼搞呢? 現在我們知道的還有一些東西 看看 其實有些人就說 2003年美國 入侵伊拉克 那時候 他們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 就說 因為 他就說到未知的未知 但是這個地區 其實未知因素和其他地方一樣是存在的 而且一旦出現 就會有巨大的影響 那麼第一個 看到是什麼 事情呢? 我們看到 第一件事 新的現實就是 這個 現在可以肯定就是以軍的 軍事行動 是 會 摧毀哈馬斯現在在加沙的勢力 不過你不要忘記 這個勢力的摧毀 其實也是 都是為新的勢力 是種了粒種子 因為 你在過程當中太多普通人離世了 過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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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到以色列一名退役的軍官 Tiban 其實他就有說 10月7日之後 他是怎樣跟妻子開車去加沙 邊境的一個 叫做農莊 他的任務就是救他的兒子 因為 還有他的媳婦和兩個女兒 當時他的房子看到很嚴重 其實他本來退休 一個非常健壯的老人家 但是 他 就帶了 因為他要救他的家具 因為他要救他的自親 你要看到 現在 他就說 這件事很嚴重 因為有些人就覺得 喂 喂 加馬斯不放人 我們也不能受怨 有人就問他 那些 那些 無辜的 巴勒斯坦人 他說 他很不幸現在發生 我們生活在一個很艱難的 地區 我們需要生存 我們需要堅強 我們必無他選 其實 亦有很多內閣理由的人贊成他 你需要生存 那麼 巴勒斯坦的平民 需不需要生存 他就說這是不幸 所以這個就是商標 當然如果你有同理心理看到自己的人被別人腦脫走 其實巴勒斯坦都是這樣 很慘 當然 我們也說過一顆種子 大家中了他太多年 不是一時三刻可以說整個罪事 亦都不是一時三刻可以勸善大家 第二 就是 以色列對哈馬斯的動手 亦都可能會造成更多的大事件 這個我們都說過因為 很多的組織 亦都看不過眼 亦都有機會將一些比較溫和的人 退向更加激 退向更加激 這個亦都好 是 大家不想見到的東西 其實 一些 人就說 其實那些巴勒斯坦離世的人的確是哈馬斯的人 但是 你知道 他們就說 在那麼多人離世當中 起碼一千人是哈馬斯的人 不過很多人就不相信 其實哈馬斯也挺狡猾的 其實短短一個月有一萬人離世 你怎樣都說不過去 聯合國人權辦公室亦都說 以色列的空中攻勢 造成了大量平民的離世 但是 他們嚴重地關注 究竟是不是 這個空中攻勢是防禦過度 當然是 有沒有構成戰爭罪 我覺得有 當然美國國務卿布林鵬 亦去了很多地方 他起飛前就說 說得很好聽 他就說 當我看到巴勒斯坦的小孩子 在台湾拜雅當中 爬出來的時候 就好像 一個來自以色列或其他地方的小孩子 我內心受到很大的衝擊 這只是一個說字 他也說 他自己 也是感受到那種痛 但是 有沒有什麼事情做到呢 我相信就比較少 以色列 過去30年來的所有戰爭 其實 我們都不記得美國政府 曾經 有沒有說過 叫他需要守國際法 或者戰爭法 好像很少 以前說的也很少 但是布林肯的訪問也表明 其實他們都認為 以色列是過頭了 不過他勸勸得如何是不行的 第三個現實 第二個現實就是剛才說的 就是 會 激發更加多人出來 其實現在世界各地撐巴的人上街已經激發更加多人出來 第三個現實就是 就是 阿湖 內塔尼亞湖 Bibi 即是他們叫他們總理叫Bibi 比比 內塔尼亞湖其實現在也承受巨大壓力 但是他們能領得住我相信會 因為如果他下台 如果他 都知道戰爭一停 他就下台戰時總理肯定可以繼續做下去 其實跟以色列 安全和軍事的手路不同 他沒有辦法 是 為 10月7日發生的事 承擔任何個人責任 因為他現在已經在巨額之下 之前的司法改革已經令到他 是 這個 總理之位搖搖欲罪 如果他認自己錯的話 他就不用做了 其實 在10月9日的時候 他發出一條指責情報機構的推特 引起了軒然大波 內塔尼亞湖 刪除了這條訊息並且道歉 因為他知道 你把我抓了 你抓了我 其實三名以色列人包括一位 前和平談判代表 一位以色列 內部情報機構 貝辛特的前負責人 還有一位 科技企業 大佬 在外交事務雜誌上 就賺民 這個外交事務雜誌很厲害 因為他是 美國國務院 是後面的資金 所以為何布林肯那些人 經常去那個雜誌的論壇 他們說的是很有份量 其實他們這份雜誌 就是給這三個人賺民 這篇文章也說內塔尼亞湖 不應該參與這場戰爭 以及隨後發生的事 這位以色列總理 那你說是不是有些忠實粉絲 是 但是他已經失去了以軍 和安全機構知名人士的信任 當然 我相信內塔尼亞湖 他失去了那麼多人的信任 如果不是現在 在戰爭當中 其實他也很難保住自己總理的位 另外 第四個現實是什麼呢 同樣明顯的就是 舊技現狀已經 被打破 這種現狀 令人不快 很危險 但是 似乎具有某種可怕而熟悉的穩定性 自從上一次巴勒斯坦 所謂起義就是2005年左右結束 出現一種內塔尼亞湖認可 可以無限期維持下去的方式 對於 所有 相關方面 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來說 都是一種 危險的幻想 你覺得無限延長下去 你繼續佔領加沙 我覺得你的和平就越走越遠 你繼續佔領加沙你的和平就肯定越走越遠 他們認為巴勒斯坦人 其實 可能 對以色列人是最大威脅 反而最大威脅 是其他的外部勢力 現在 我相信和極端有 就算没有了哈马斯 会有其他的 送下了这个种子之后就很难压下 我们看到他们很想管理巴勒斯坦人 用的工具可以有大棒和罗伯 和古老的分宜字枝 其实之前分而止止哈马斯和巴解组织 在某个程度上都有分歧 内塔尼亚湖自从2009年一直是担任总理 在之前的1996年到1999年 他曾经担任总理 但他一直认为以色列 是没有和平伙伴 但以色列可能亦有 作为哈马斯主要的对手巴解组织 其实他们都是一个漏洞百出的组织 很多人支持他 不过你不要忘记 很多人都觉得连事已高的主席阿巴斯需要下台 但是早在20世纪90年代 他就接受了和以色列一系列建国 巴勒斯坦建国的想法 对于内塔尼亚湖来说分而自知意味着 允许哈马斯 以 是牺牲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组织作为代价 在加沙建立自己的势力 因为大家这样才可以分而自知 虽然这位 以色列在位最长的总理 在公开场合说话都是很谨慎的 内塔尼亚湖来的 但他多年来的所作所为亦都被明白 他并不想 令巴勒斯坦人独立建国 这将会涉及放弃 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西岸土地 而以色列又认为 东耶路撒冷就是我们的 内塔尼亚湖的表态 会不时泄露出去 好像19年的时候 其实以色列报纸也说 他告诉一群利库德集团的议员 如果他们反对建立巴勒斯坦国 就应该支持 向加沙注入资金计划 即是这样 你明白吗? 因为他就用哈马斯 来与巴解组织去相斗 这样分而自知 他就觉得这样是最和平的 但现在证实了是不行 现在证实了你错了 证实了你分而自知是不行 当然他们说这些资金大多数来自卡塔尔的 他就告诉李库德集团的议员 加沙 加沙的哈马斯和若干河西岸 的巴解组织 的分裂 这样才可以令到 巴勒斯坦独立建国成为不可能 即是他觉得 我把他拆散 难听些说 让他们自己去争斗 内斗 内耗 那我们 就可以继续 在这个地方 作为自己 可以统领到的地方 结果他这种想法 真的不能走得通 但你忽略了一件事 你就算我当你 令到哈马斯 是有实力的 但是 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 使你一件事 而且你不要忘记 始终有巴勒斯坦日离世 他们都有压力 都要向你动手 对不对 当然现在这样的事势 我相信他就 不会再说以前的事情了 同样地 以色列在美国人的支持下 不会容许哈马斯继续在 加沙掌权 当然 当然会有更多大事件 换来很大的代价 不过究竟 代价是什么 有代价之后 究竟谁是 代替哈马斯 美国就希望第三方 但是 内塔尼亚湖就说 无限期 在那里流下来都可以 那究竟行吗 真的行吗 我觉得这样反而加大了危险 你留下是否 更加比一个 借口比那些极端有向你动手 你留下是一个目标 你知不知道 没错了 你留下是一个目标 实际上这样是不是明智呢 当然他可能觉得 我看着他们 什么 我看着他们 一直都是看着他们 但是 很大的经济损失 如果他突然之间 你不要忘记 瓷器砍光瓦 我们经常说这句 瓷器砍光瓦你砍得多少次 其实 阿拉伯人和犹太人 为了争夺 约旦河和地中海之间的土地控制权 而发生的冲突已经持续了百多年 漫长的这些大家互相 战争的历史 亦都给我们教训 永远 都不会有军事解决的办法 九十年代 澳斯陆和平进程建立 就打算 建立以东耶路撒冷作为首都 与以色列比伦的巴勒斯坦国 造成 巴勒斯坦国 真是建国的事实 就希望结束冲突 经过多年断断续续的谈判之后 上一次启动和平进程的尝试 就发生在奥巴马年代 十年前 这个尝试以失败告终 自从那次之后 冲突只有恶化 是没有 是会完的 其实就像拜登和其他人那样说 避免更多的战争 其实这个中国也经常说 但是我们用回 为什么用美国来说 因为这个 他们口说 但是他们有没有这样 支持 巴勒斯坦独立建国 因为他们口说 避免更多的战争 唯一的可能 就是建立和以色列比伦的巴勒斯坦国 但是双方领导人的 领导之下 其实现在 基本上不能实现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极端有 都会尽力去破坏 如果谈得稍微好些 他们两边都会有人出来动手 就好像20世纪90年代以来做 其实他们 当中一些人相信 是 遵从自己上帝的旨意 所以 不能够说服他们接受世俗的妥业 但是 这场战争 不能够带来足够的震撼 也不能够 打破更深替故的偏见 但是 只是 希望 其实对于我来说很震撼 但是 我只不能够带来足够震撼 不是只对约塔尼亚湖 亦令到两个方案的想法 其实 什么时候做到呢 大家都打我问候 我相信也有很久 如果没有一种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式 其实 只会更多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人陷入战争 之后 就离开人世 真的没有一个可以让双方都接受的方式 我相信比较困难 因为百多年 但是 希望可以有一天做到 因为 你一 好一点的时候 有一班极端有东西出来 哎呀 要搞搞震 另一边就要停下来 那究竟有谁有这个 勇气可以做得到呢 我希望有 好,今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再见